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登上住所附近的小山 迎着出生的朝阳 呼吸吐纳 练功一个小时 古人说得很平常 日落而坐 日出而息 就是我们要随着日月的运行 而生息 我们要随着寒来书 往四季的交换而变换 太阳下去了 你也应该收藏 太阳出来了 你也不应该再躺着 再揽在床上 梅莫生 是中国国家画院的一位 中国文人画家 他从小习武 青年时期 又专门拜师 学习中医 后师从太极拳名家 李经吴 学习太极拳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 是他对养生 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年近六旬的梅莫生 有着同龄人 难以相比的精气神 虽然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 他一天之中 却可以保持旺盛的精力 精满不思欲 气满不思时 神满不思眠 精足不思欲 所以人呢 神上三宝精气神 就是内在里身体的 这个精气神的这种能量足了的话 他就可以比别人吃得少 比别人喝得少 可以比别人睡得少 梅莫生每天早晨 必定四点钟起床 用双手梳头 扣尺 吞筋 这样的习惯 梅莫生已经坚持了 二十年之久 这个梳头啊 随时可以用手指来梳头 所以你看相对来说 现在的女性 比男性要长寿一点 其实因为女性经常要用笼竖来梳头 其实这也是一方面原因 一般来说三十六下 扣尺它只要是 通过扣尺它可以顾尺 上下牙齿之间轻扣 因为尺呢是肾之鱼 就是尺呢 长尺是肾气的鱼器来长尺 所以你顾尺就是顾肾 就是让肾气不轻易地泄露 所以你看我们要用力的时候 人咬牙 你看咬牙切齿 它就是最用力的状态 所以咬牙才能够把劲儿用上 吞筋就是你要让保证自己口中叶长满 口中的精叶长满 现在医学也证明嘛 人家这个唾液有多种转 铭胺基酸 那么这个精叶呢 在中医里认为也叫自家药 它是长生水 也是烟年药 因为一个人健康的 不是水灵灵的吗 活得很滋润的 你看它都是要需要液体的 而脱液也是很重要 因为你看我们那个活字 蛇边有水 充满生机 这就是活 所以这个活字本身呢 就是蛇要保持有水 俗话说 一日之际在于晨 一年之际在于春 梅莫生二十多年来 一直坚持施法自然的作息规律 那么天气春暖花开了 你要出去散步 你要让心情舒畅等等 就这些东西呢 都是适寒温 叫适寺时 适应寒温的变化 然后呢适应天候 适应气候的节令的变化 所以人在这个时候 如果再握在床上 是伤人的契机的 它没有 你没有顺应天地的生法之气 梅莫生早年 练习过自然拳 长拳 太极拳 他博彩中家之长 从中国传统功法中 提炼出一套 便于掌握和随时练习的 养生方法 梅莫生的弟子众多 每周末 他都会抽出时间来 给弟子们辅导教授 养生功法 一定要出生 因为这个六字诀呢 它主要是用生通经络 以生来配 与五脏共振 它来治病 吸气 再说这两手 假如你血压高 你这两手拉开的位置就低一点 假如你血压低 两手的位置就高一点 假如你血压正常 就与口相平就行了 太极拳 是一种意识 呼吸 动作 密切结合的运动 用意念 指挥身体的运动 用呼吸 协调动作 融会 武术 气功 导引于一体 是内外合一的 内功拳 梅莫生 25岁 师从太极拳名家 李经吴 学习太极拳 太极拳造诣颇深 对太极养生 更是有着 深入浅出的理解 无论是哪个派 它最主要一条 就是内加拳是修内的 修内修什么 最最重要的 最核心的是 内里的元气的运行 这个元气一点也不选 就它你视之为 生命的最大的 这个根本能量 就是我们道家和中医 主要认为 人的生命 是一个元气 能量消耗的过程 假如说身体是个电池 那么这个电池的电量 你不断地在消耗的过程 那么消耗没了以后 这个电池就废了 假如你要能够充电 你有充电的机能 来充电 那么当然 它就可以延长使用的寿命 怎么叫正 脚尖朝的方向 就是脸正着的方向 就是脚尖的方向 跟脸要是一个方向 是正的 那当然变成这一面呢 太极拳门派众多 三十六室 七十二室全室 各有千秋 而在梅莫生认为 太极养生 有一个最简单 而普遍适用的理念 这个过去讲 百练不如一站 所以站桩呢 无论是为了健身 还是为了增加功力 其实都很重要 站桩站桩 桩嘛 就是木桩子似的嘛 那它表面上看来 是很呆板的一个样子 一个姿势 保持相对安静不动 我的外形是静的 我的内气是动的 因为脚尖的雍泉穴 吸附大地以后 它会把身体里的肺气 慢慢地往下排 然后大地好的引起 就会由这里 在能量源源不断地 被吸收进来 所以是一个与天地交换 我们人呢 立在天地之间呢 顶天立地 顶天立地 就是上边用百绘穴 下边用雍泉穴 与天地交换 排着吸清 站桩是中国武术 独特的练功方法 形式简单 内涵丰富 有陪本雇员之效 混原装 上身立身中正 尽量把这个脊椎 腰椎 胸椎 拉直 然后呢 下颗要维收 为了让这个大椎骨 这个颈椎这 往后 能够拔直 头顶这地方 要往上下 绳子拴起来一样 胸一开呢 一松 气就下去了 所以气尘丹田是胸口这一开 胸骨这一开 开胸 开心 这个气就松下去了 就像我们有个绳扣系在这儿 把这绳扣一解开 那个东西就垂下去一样 要体会这个感觉 那这个站桩的时候呢 这个胯呢 要松开 腰要松开 两肩要松开 等于是让这个上下的阴阳气 能够通常 十二经脉的气都通常 围绕着这一个部分 和围绕着身体的 这个三角区 这个部分 这都是腺体密集的地区 这个淋巴腺 甲状腺 胸腺 乳腺 生殖腺 性腺 膀胱腺 这些全部都在这上下两个地方 那所以在站桩的时候 这两个地方 属于松 宽松的状态 才能打起到效果 所以站桩呢 要领要求那么多 它目的只有一个 让你的经脉 让你的经络 处于最大的 顺畅 通畅的状态 只有在顺畅 通畅的状态之后 你才能够让气血周流 因为中医认为呢 气血周流人就没病 阴阳平衡人就没病 看似一个简单的动作 但是要想真正达到养生效果 必须要掌握许多关键的动作要领 练功加素食 也是梅墨生日常养生的一个重要方法 梅墨生的日常饮食 以素食为主 饮食非常清淡 春天呢 你要多吃一点 这个比如说 这个豆芽菜 比如韭菜 就这种 什么呢 这些东西 都是新洋的 调理契机的 梅墨生和妻子 用完了简单 而又时令养生的午餐后 梅墨生 还会进行一个 简短的午休 梅墨生的午休 可不是简单的午睡 也不是打个盹而已 午休 也是他日常练功养生的 重要功课之一 休息的状态 实际还是个练功的状态 一般到中午的时候 我会打一个小盹 这个小盹 大概在一刻钟左右 中午午睡不适合过场 第一 你也没有条件 第二 即便有条件 睡长了 对身体并不好 这个优策窝在佛家里 它就叫吉祥窝 是佛祖的窝法 这个右手放在耳门的地方 那左手放在这个肚旗子 这个地方 所谓丹田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左右手心 这是老公穴 这也是两个穴道 这是同于心包落 那这个同于心井 这两个部位 是等于是在两 上肢两个肢的末端 最主要的这个通道 翘 就像脚心那两个 樱泉穴一样 那让这两个呢 可以说 这两个手 一个阴电 一个阳电 一个阴急阳急 那等于这两个呢 这个伏在这个位置 这是肾的位置 这个伏在这个位置 是根本 这是生命的元气所在 所以这两个呢 实际上也是让元气 回流的意思 你需要一刻钟 等于像现在手机充电一样 等于是你给自己的生命机体 能量充电 在中午的午时 我们古代说的这个午时 是心脏 气血 子午留住 留住到心脏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走到心脏的时候 你要静养 越静养 你又用了练功的办法 那这个时候 对于心脏的恢复 对于心血的周流 是极有好处的 可以养心 俗话说 养生先养心 梅墨生是中国国家画院的 著名画家 每天午睡后 他都会抽出时间来作画 他作画的过程 也是修养心性的过程 梅墨生的文人画 宁静雅致 呈现出一种空灵的境界 那么俗话这个健身养生 它是自古以来 我们认为可以养生 因为它移情 让心情愉悦 让心性安定 让你的气体自然就顺 人为心静的时候 气自然就顺 是吧 那么心气愉悦的时候 那么整个身体的机能 处于一个最佳的状态 就是所以人 你看画画的时候 不难静是不行的 心意不专是不行的 心不气躁不行的 这天下午 梅墨生家里 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李子晨 李子晨是北京一名在校大学生 他自幼练习中国式摔跤中翻 曾多次在国家级比赛中获奖 李子晨力大过人 不管是在同学 还是在他的师兄师叔之间 没人敢跟他鄙视利器 他从一位姐姐那里听说 梅墨生曾经力薄英国大力士的故事 今天小伙子特意来拜访 想亲自试试梅墨生的利器 在这 您看看 您当年就是和这个大力士 跟您掰腕 这大力士看着 你真是 原来是在几年前 梅墨生夫妇在国外旅游 旅游途中 偶然遭遇一位英国大力士 机缘巧合 梅墨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接受大力士比试利器的挑战 这是梅墨生的妻子抓拍到的 在旅途中和英国大力士 匕首万利器的照片 照片中 两个人的神态表情 已经显示出比赛的结果 当时 这个一米九多的庞然大物 不甘心在众目睽睽下 输给这个瘦小的中国小老头 继续挑战 要和梅墨生摔跤 没想到被梅墨生一个推手 抛出几米远 能举得起十锁 拉得开硬弓 身材体重都不逊于 外国大力士的李子晨 想不明白 面前这个年过半百的瘦小男人 是怎么把这个大力士 抛出去的 无奈之下 梅墨生只好接受李子晨的请求 和他当场比试一下力气 没想到 绑大腰圆 身高体壮的李子晨 被梅墨生 以四两拨千斤的太极功夫 轻松地推倒在座位上 至此 他不得不心服口服 我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过了上京桥 还没到那个高级出口 2015年的一天 梅墨生受邀 前往体育大学 进行太极拳的讲座 他对太极拳养生的解读 引发了在座年轻人的兴趣和关注 梅墨生 不仅已经将太极拳养生理念 融入到了自身的生活点滴当中 而且 他希望能将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精髓 传播给更多更广的人 使更多人受益